而且這不是只有現在 像那個陳寶寧 他有出來組成那個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那他是因為就是說 一開始這其實也是 因為我跟蔡寶寧很好 然後蔡寶寧請我吃飯 然後我就跟他講了 就像這樣講了三個小時 我蔡寶寧完全受不了 所以他大平板他就去找陳寶寧 那蔡寶寧跟蔡美中他們也是認識 可是我覺得他們是老闆 那種大財團的那種人 他們不可能出來 不可能出來反核吧 可是蔡寶寧去說服他就出來 然後陳寶寧說因為我的立場 我沒有辦法叫廢核 所以我們叫監督核電廠 後來再回台後我跟他見面說 你叫監督很對 因為你知道核電廠裡面所有的東西都變高污染 你要保證裡面的東西 就算是廢核以後 你要保證裡面高污染的這些機材 沒有一塊會跑到不應該跑的地方 他只要跑出去 留到不應該留的地方 就會一下要傷很多人 就像那個輻射屋到現在 已經有多少人死掉 小孩子、幼稚人、小朋友也死掉等等 問題也很多 所以你監督說你要活得比我久才行 因為那是一個長遠的工作 所以就是說 只是不是只有308站出來 大家自己要去 就是多看這方面 閱讀這方面的知識 或是書籍 然後你不會被他們騙 因為他們 那永恆核電的人都會來跟你說說 你看 他們服飾有什麼可怕 他們已經去年為了何事 他們已經一直在宣傳 你去看他們說 他們說一百毫西歐也都完全沒問題 那麼 你說一年一百毫西歐也沒問題 那他乾脆說一千毫西歐也沒問題 算了 真的是 我就覺得他們非常非常恐怕 他們說福島核災也沒死一個人 真的 然後我就跟你說 反正那個 中飛機也會出事 那核電的人也會出事 問題 飛機或是其他的災難 都是局部的災難 那像飛機是因為我自己已經覺悟 會死掉 我才去拉的 那那個發生 那是我們自願 我覺得他比我旅遊還不重要 所以我就選擇去搭 可是核電他騙我們是安全 結果是不安全的 因為他一出事 就完全是一個毀滅性的 一個非常多影響 那種上千萬元的那種恐怖的事情 所以就是他們的變數很多 因為我已經一一都破解了 所以就是說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去Google一下 他譬如說 這種災 他們天然災 他們常常天然的輻射 因為他說你不要吃香蕉嗎 香蕉就有很多放射性假 那是天然的那個輻射 但是天然不是很多 當然也有汗 可是跟那種人工的那種 譬如絲啦布啦 那種東西下 就會讓你骨癌 因為像絲啊 你的身體就會以物以為是鈣 它一吸一吸一吸 把你存在你的骨頭 那種重複一直 補照你的那個細胞 跟DNA 所以非常非常恐怖 所以就是說 大家不要去 預備這些片 那我覺得大家 很多人問我說 說不定等一下叫我問說 那我一個人能做什麼 那我也只有一個人 我也沒有參加過任何環保團體 那我這 就說這三年來 我就寫了五本書 然後寫了五百一篇多 你知道 然後講了兩百多長 所以我就覺得 我今天認識了很多人 雖然是超乎我人生預算 那喉嚨也差不多都壞掉了 所以就 可是我覺得認識非常多 非常非常可愛的朋友 所以就是說 每個人都盡自眼力 我們其實長期以來 都看到很多朋友 不斷幫我們轉貼 你不要只是按讚 你一定要轉貼 然後要去告訴大家 然後要把今天在這邊 我們感受到一些事情 去分享給別人 然後邀大家 去說服你自己的家人 你連家人都沒辦法說服 你還能說服誰呢 你還能嫌那個嗎 你久不聽你的話嗎 你自己的家人 你就先去說服他 然後一定要 用選票去淘汰那些 繼續再通過核定預算的人 我最不甘願的就是 311那一年 才剛發生 他六月之後通過140億 所以一定要去淘汰這些 通過核定預算的人 然後要用 不斷打電話 給你支持的政黨的人 不管是縣長 或是是立委 或是市議員 不管你是支持哪一個政黨 其實我並沒有覺得哪一個政黨 是特別好 或特別不好 像我這一 因為每一個政黨裡面都 我覺得國民黨當然是很惡劣 可是民黨裡面也是有人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共業 對呀 因為像譬如說 因為他們有支持者是承包商 所以他們還說要蓋完 我說要蓋完幹什麼 就說你就叫他停建就好了 核四就叫他停建就好了 他們說沒有啊 就蓋完嘛 不然會違約啊 其實哪有什麼違約 因為已經95 該買了全部買 根本沒有什麼違約的問題 都會騙人的 所以他們就是自己還有支持者 還在承包 那我說你蓋完的話 那好了 就算馬英九沒有把它插放 就算是下一任 不管是蔡英文或是誰喔 沒有沒有插放 等一下再來一個白木頭 就把它插放了嘛 對不對 就說這種東西 就是你為什麼要把它蓋完 那種東西就個人蓋 你把它當作 就不要蓋完 變成一個那個遊樂園多好 就是說 或是變成火力花天場也可以 因為我們比較老舊 排炭比較多的火力 把它改成輕一點的也可以 所以你為什麼要去蓋完呢 所以我有時候也會很生氣說 我們一定要去告訴你支持的政黨 其實不管是藍的綠的 都好你就去一定要去告訴他 就是你只要對 我常常就是很生氣就是感受不到 這些人喔 就是不管是當政者 或是很多人 他們對這個土地 難道他沒有一點愛情跟那個溫度嗎 就會覺得他們實在是太人邪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制止這些人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已經來不及了 已經把那麼多 有一萬六千書 就二十三萬顆原子燈的那個輻射物 交給下一代了 這一定要趕快先停止喔 你看今天我們在這邊說好手 已經又燒出二十顆來了 謝謝 這個非常厲害的功力 他已經講六個小時了 因為今天有跟他安排 屁股尾沙龍 他本來我們還想要再幾三個場次 不過我看這樣他應該會爆掉 所以這個 實在是很難得 如果每一個人有這樣的功力 我看就中了 他自己一直要求 每天把他在台灣的這幾天 把他在台灣的這幾天 把他安排完畢了 不知道我今天完成了 把他安排去虎尾 他也認識了一個 雲林一個美好的地方這樣 今天出版社 其實這一間聽說也值得支持 那就是 那個 人家來那種 廢盒一本社 對 他們真的是長期很支持我 我們在 對 所以讓他支持 就送這本 這本送的 拜託大家 有拜公司 我倒倒拿一下 這樣好 我在在後 我們2011年7月 跟我先生 我們去拜訪很多媒體 我覺得一定要先得到媒體的支持 所以其實真的很多媒體都滿支持我 所以有很多我的文章 可以在自由時報 在蘋果預報一直去 還有就是 我覺得支持 很支持的就是荊州開 像他們曾經用封面說 台灣人你睡在一千顆 核彈傷害老高 他說你太客氣了 是23萬顆 所以後來我出了這個書 就變成23萬 結果我把它寫出來 然後他們也說 台電是一個那個怪獸 有沒有 然後每次發生核 就是去年309 或是在前一年 他們都有印那個 反核的專輯 那以一個經濟性財經的刊物來說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難得的 那我覺得他們 就是說 願意支持這件事 那今年他們也是 每一年311 他都有做輔導專題 還派人去輔導採訪 然後也派人去德國 去採訪綠店的真相 那我覺得真的是 就是說我覺得還蠻高興 那我也很高興 他們並沒有因為反核 他們因為反核 就是說他們的銷售量 或是廣告降低 他們反而有 那個兩位數字的成長 所以是還蠻 我真的還蠻 還蠻高興 可見 事實上你看每次民調 也只有六七成人 是要廢核的嘛 可是 台灣或是日本都一樣 現在整個社會 就世界都一樣 因為那個民族主義 跟資本主義 稍微結合一下的話 他們就很容易 把國家資源 自己動用 自己用 所以你要去改變這個結構 然後你的那個民意要變成 那個政策 是有蠻長距離 這還是要靠大家努力 而且說你一定要了解核電 核災的本質 這個 就是說你這個堅持要一直下去 它一直到廢核為止 這永遠是一個課題 而且我們已經 其實還有那個 就是高階核廢料 現在台電已經打算 把它隨便丟在 那個核一場的後山 那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這件事我也是一再再三去阻止 然後回來每次都錄影錄好多 然後用那個影像陳情啊 等等 去做很多這個事情 那暫時現在有暫緩下來 就是說 這樣解決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就覺得是遍地烽火 這問題太大了 那 我很希望我 昨天出一個小事 一個環節出一點小事 台灣就毀了 那我當然不希望台灣毀了 我希望我還有一個可以常常回來的故鄉 謝謝